在这边产生一个乱数 也是一样丢给什么 丢给我们刚刚的阵列 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乱数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判断说他到底有没有重复 那如果I呢 他不等于0的时候呢 才去跑这个回圈 比较的回圈 如果他等于0的话 那就不跑 因为第一次自己本身 就一个号码干嘛比较 所以第一次不跑 那所以第一次不跑的话呢 再来就第二次 第二次I等于1 那当I等于1的时候 就会进到回圈 那I等于1的时候呢 I J等于0 J等于0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跟前一个比 对不对 那前一个比如果相同的话 相同哦 有没有 两个相同 对不对 那就 Vlog就怎么样 等于True 那如果 等于True的话呢 那就不再跑回圈 有没有 好坏哦 后测试回圈 我想这个应该各位 学Java应该有学过吧 Java 这个那个 那个 那个回圈的部分 有后测试 也就是我把条件写在后面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你用 前测试回圈应该也可以跑得出来 不过我觉得逻辑上这样会比较通 OK那如果等于True的话 你再跑 等于True再跑 OK 那如果等于1的话就跟前一次比 如果等于2的话 那也是一样 如果等于I等于2的时候呢 那J一样从0开始 01 有没有 那比比比 没有重复的话 那等于3一样在跟前面比 所以这一个写法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的那个方式就是第一次不比 然后呢第二次以后呢跟前面的比的写法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跟前面底下的部分输出条件跟前一体一样 就是说6以前的话就是都是第几个号码 第6的话呢就是特别号 OK 然后底下的话就补0 那我们来试试看 基本上这样子跑出来的结果 你可以按一按 基本上呢这样的写法呢 基本上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呢 不会有重复的 你再多按几次来 基本上这样的写法没有重复 如果你没有重复的话 这一题就算完工了 OK 所以刚刚写的这部分 不过其实好像这个分数不好拿 因为10分的话 要写这么多东西 而且还不太好写 很容易写错 那主要的重点 第一个可能比较容易错的 第一个是度回圈 一个大瓜糊 后面的话坏 坏有一个小瓜糊是一个条件 把flag放这里 然后产生乱数的部分的话 跟刚刚一样 在这边判断 判断一负 i不等于0 i不等于0的时候 才进入这个回圈里面去跑比较的部分 OK 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画面 一样放在云段上面给各位参考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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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